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蓝,欢迎来到明路阵线 这一集呢,我得要告诉各位一个重要的消息 也就是根据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 美国正式公开表示 和平统一,两岸和平统一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那么这个话,当然,大家要知道 美国的这个政坛,它是这么一回事 县政府在职的,不方便讲的 或者说一些大实话,会被对手视为这个软化的 或者说这个话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那么这些话呢,都会由这些学者和这些前官员讲出来 然后呢,给对方一个参考 那么还有就是围绕着这个台海的 中国内部的这个博弈 也是很激烈的 那么我想告诉各位一点 比如说,拿房产税来讲 本来习近平想在全国三十个城市 推行这个房地产税的这个征收 那么到最后再遇到了党内的强烈的阻力 这是来自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 那么大家说,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是比较准确的 是由这个,他们在中共内部这些县人 提供的这些独特家的消息 说的难听点 任何一家世界级的大报 都要由很多的县人,很多的情报人员 给他们提供消息 他们报道出来 那么才是所谓的权威 那么最后只压缩到几个 几个,比如深圳 广东和浙江 先推行房地产税 但是并没有在全国范围里大规模的推行 通过这个事情 你可以发现一个点 到一个面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 当涉及到 这些广大官员核心利益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会联合起来 来抵抗最高决策者的意志 因为确实 在中国拥有房产最多的 恰恰就是这些官员 这个是公开的秘密 大家都很清楚 对不对 你像我们这一个村委会里面的这些 他们都有好几套房子 你别说更往上走的 那房地产税一争 对不对 他们确实要跳脚了 那么同样的 在台海这个方向 中国军方军情系统 百分之百是要开稿的 对吧 也是给了这个文官集团 很大的这个压力 是要开稿的 因为我说句话 军方的考量 是很现实的 现在中国几十年内没打仗 但是又遇到了 被美国这样疯狂的军事和政治的围堵 尤其是我说过 美国海狼级的核潜艇 造价九十亿美元 康年迪克号在南海相撞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已经告诉你一个很明确的信号 美国就是把俄罗斯放老二了 把你就放老大的位置来 这么来干你 那美军 你不管怎么样讲 人家很多的指挥官 战区司令员 都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就是这儿八经手上沾过血的 那么对中国的 这些 除了那几个高级将领 少数几个高级将领之外 上将之外 还有谁手上沾过血 你军人手上没沾过血 你能叫军人吗 将来有更大的冲突怎么办 海上的冲突风险是急剧升温的 那么他们想通过台海战胜 或者说中营边境战胜 来培养一大批指挥官 拥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 为国家的一战指战 为将来的更大的冲突 说好准备 这个是正确的一种想法 我说过我们老一代 无产阶级革命家 为什么敢于打那么多场战争 你看到没有 到1989年 第二次中越战争结束以后 我们没干过上 但是这些仗之前 包括中印 中苏 对吧 美国跟美国的抗美援朝 越南战争 等等金门炮战 都是敢干的 那个时候 我们是顶住的 那么现在呢 由于长时间的养尊除油惯了 是不是 最高决策者也很头大 下面一片反对的声音 比如说一个房产税 有那么难吗 是不是 那么在台海这个问题上 通过 我说过 在中美贸易当中 这些高干子弟 是最大的这个既得利益者 由他们去引荐 进来 路干谷 各方面的 开通这个渠道 他们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那么 这个里面 会不会也有这个阻力 在文官集团 这个里面 有没有阻力 在台海这个方向 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从这个房地产税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一定是有的 有些人他不想搞 一搞 他怕 美国的制裁 什么怎么样 这些 产品进不进来 生意 断掉 被制裁 所以说呢 有这种阻力吧 我们可以看得到 也是迟迟不搞的 一个原因吧 最主要一个原因 就是来自于此 我也是 早就已经清楚的 但是 不到万不得已 我也不会来讲这样的话 但正好 借着华尔街日报 再爆出来 习近平推广 这个房地产税 遇到这个阻力 这件事情 正好来说一说 来说一说 也就是告诉各位 现在台海这个局面 将在哪里 也就是这个 军方和 和一些文官的 主要的一些大员 之间的这个 政治斗争 到底干不干 那军方 那军方现在 为什么 他们控制的媒体 经常就叫 开四十动员大会了 播放出来 现在这个准备情况了 就是要干的意思 那么 我说过 很多人讲的也没错 这个 台独最大的阻力 是哪里 对吧 我相信不是最高决策层 那么最高决策层 决策事情 也得有下面的人去干 现在的这个局 大家知道吧 现在的这个台海这个局 关于这个 美国的这个 我等会儿 最后我再讲 那我现在就告诉各位 现在的局 是什么局 就像当年 这个 清朝 乾隆末期的时候 不是这个 林爽文 这个暴动 起义 相信很多人 也不太了解这个历史 我跟各位讲 就是林爽文 起义 在台湾起义 然后呢 这个 朝廷派 这个 十五二个永远 为这件事情的 这个 就是最高的 这个 调度官 指挥官 派 乾隆的私生子 傅康安 也是他的父亲 也是 这个 这个过去一个宰相 很牛逼的 叫 傅查傅恒 他的儿子叫傅查傅 傅康安 说是乾隆的私生子嘛 应该是乾隆私生子啊 为这个统帅 然后这个 清朝这个大将 海南察 为前锋 去评判 那么当时呢 这个事情呢 由十五二个永远来 亲自督办 但是 但是 有一个人 在这个里面 自走 那就是和声 当时的 清朝六部 全都听和声的 因为和声 就像那个 乾隆的第八子 这个廉亲王 应世 一样的 属于像 那样的霸天王 兮兮的 很多人都 就是 官员都喜欢 巴结这样的人 那么也就是说 在背后 自走 这一切 也就是什么意思 我贪了很多钱 我希望这个兵部 和这个 户部的 帐 混乱不堪 我不希望你 马上 把这个帐 打赢 我不希望你 数担数决 我就希望你 他妈的 慢慢拖你 慢慢打 然后这个地方 乱了 他就好操作 一些事情 那么现在 这个台湾 这个局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说的 很实在化 也是这样的 一个局面 军方想要打头阵 想要干 想要搞 这个 最高统治者 最高角色层 也是想要搞 也是像乾隆 跟四五二哥 永远一样的 想要搞 但是 但是 内部 有一些 三省六部的 一些这种官员 在这个里面 在 要想 倒了一点江湖 他也支持 但是 后勤 各方面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不能说靠军队 一个体系来调度的 还有靠地方上的 还要靠这个部委的 来帮你来进行调度 很多事情 那这个环节 我个人感觉 是现在 武统 卡壳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在这个里面 通过这个方材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跟美国 牵扯比较深 所以说 大家 我告诉各位 今天这样的 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 作为一个参考 作为一个参考 你仔细想想 是不是 再仔细去读一读 当年台湾林爽文 叛乱 福康安区镇压 然后朝廷里面的 整整前前后后的 这些事情 跟今天这个局 像不像 很像 你得到这段历史 你会觉得很像 那么所以说 不是说 最高决策层不想搞 就举个例子 不是说乾隆 苏二个永远 对吧 不想搞这个事情 他们很想搞的 乾隆那妈的 那个时候都 都快八十了 拍着桌子 想想搞 恨得不得了 要干 但是 一些 像和尚这样的全城 在这个里面 不是说他们通敌 知敌 不是 是他们自己 有些屁股没干净 想要在这个里面 干净什么事情 考虑到自己个人 和个人家族的 这个利益的时候 那国家利益 是要暂时放一边的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房地产 所以这个事情 看得太清楚 不过了 是不是 很多的老干部 明确反对 征收房地产税 那是不是 因为很多老干部 反对武统台湾 有没有这个可能 这个不得而知 大家 我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那么我们来看看 《环球时报》 撰放美国前情报官员 李特 两岸合并统一 最符合美国利益 过去两个月 美国海军陆战队前情报官员 斯科特 盖特 在多家国际媒体上 撰文说 遭受911恐怖袭击事件后 开始实施 报复的美国线路 致命的自恋中 且缺少反思 谈到台湾问题 他表示 美国在玩危险游戏 根本无法保卫台湾 而中国很清楚这一点 近日 李特在接受 《环球时报》记者 专访时强调 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 统一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同时分析说 一旦 北京决定武统台湾 无论美国是否参战 结局都是一样的 专访中 李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中国大陆与台湾 实现和平统一 是一个对各方都理想的结果 也最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他解释说 在最后疫情时代 和中国的非对抗性经贸关系 才是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两国可以竞争 但必须是和平地 经济竞争 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将成为主要因素 这使得台湾对美国整体来说 重要性大大下降 李特还在1991年 是1998年期间担任 联合国筑伊拉克武器核查员 这名美军前情报官员认为 中国以和平统一的方式 解决台湾问题 同时尊重台湾独特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特征 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 不过人们需要承认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最终话语传的是北京 而不是台北 李特的观点基于这样一个判断 一旦大陆决定武统台湾 美国出兵没有任何的意义 也无法改变战局 他认为 与美韩关系 美日关系不同 美国和台湾没有盟友的关系 美国在台湾也没有大规模驻军 这意味着 美国几乎没有保护台湾的现实机会 李特和《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 即使 即使美国有增援台湾的计划 动员军队的时间也至少需要90天 但我认为 大陆和台湾的战争 不会持续90天 如果大陆决定武统 肯定是一场数战数决的战争 也就是说 与美国准备增援台湾时战争已结束 美国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他还表示 美国取决的唯一可能就是使用核武器 但是太疯狂了 因为一旦美国使用核武器 中共也势必使用核武器回应 我不认为美国愿意为保台湾而牺牲自己 美国增加对台军兽 也永远无法让台湾赢得对大陆的战争 因为台湾与大陆的军事力量没有可比性 李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现代战争比较是双方动员 以方力量抵抗敌人的能力 而非武器质量 没有综合军事实力做支撑 再好的武器也只是昂贵的被打击目标 他还举例说 大陆的军队就好像是超级晚的冠军 而台湾军队是一支优秀的高中校队 后者知道怎么打球 也有一些不错的球员 可如果把他们放在超级晚的赛场上 他们只会败得非常惨 这就是现实 你可以给校队戴上更好的头盔 穿上更漂亮的队服 但他们仍然不可能赢得比赛 他这个形容跟我前两天 跟我昨天的形容一样的 我说中国是踢这个英超的 而且是欧冠区的这个球队 那台湾是踢这个英格兰丙级联赛的 那是一个地方性质的一些联赛 你踢这个英格兰丙级联赛的 对吧 你也有机会参加英格兰联赛杯 但是你能走到哪里呢 是不是 我们是拿联赛杯冠军的 那你呢 可能是有个参赛赛格 那第一轮就被淘汰掉了 就是这样的 那他也拿这个球队来比较 这个比喻我觉得都很贴切 李特分析认为 美国对台军兽的真实目的 是希望让大陆武统台湾的成本更为高昂 进而打下武统的意愿 但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因为美国越增加台湾的军事力能力 大陆就越需要在某个时间点做出反应 以遏制台湾军力的进一步提升 他表示 对台军兽实际上是授权大陆在短期内 用压制性的军事力量武统台湾 基于上述情况 一旦大陆决定武统 无论美国是否参战 台湾的现状都会发生改变 不过李特称 武统将可能使中国面临经济制裁 美国也可能在南海开战 因为美国需要确保太平洋 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海洋 这些都是中国在准备 采取军事行动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但他强调 无论接下来美国对中国的动作 如何反应 对台湾本身来说 结局都是同样的 李特说 台湾永远无法在 同中国大陆军事冲突中取胜 永远不可能 美国没有能力帮助他们获得 他认为 如果在零分完全不可能 到十分一定会之间 美国会保卫台湾和中国 开战的可能性只会有三分 这主要是考虑到 美国政府可能误判或犯错的情况 因为只要理性思考 就能知道 试图保卫台湾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跟我 美国高层的整个意思 跟我分析着他们的意思一模一样 他们会可能攻击南沙群岛 大家现在你 现在由他的这个代表 这样的前情报官员讲出来 那就是代表美国的现任政府这个意思 明白吧 就是他对台湾的军售 就是 一是 让台湾 一个阶段 把台湾 一个季度 台湾纳税人的钱 合法转移走 通送发出转移走 卖你破通烂铁 那他卖给台湾的武器 能增加大陆 武统台湾成本吗 增加不了 因为那个东西都是要进入军使陈列馆的武器 当然这个他还是在忽悠 但是他这个话说的 很多话是滴水不漏的 那么他的和平统一的这个话 是说给谁听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说给像当时和声那样的官员听的 明白吧 和声那样的官员内外配合 内外配合 给他们说服最高决策层 说服中国鹰派军方的这么一个口实 一个借口 大家明白了吧 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那同样的 这些官员 他也直接给出来了这个意思 那么这些官员到时候 去抵抗习近平的这个 这个武统这个意志 和军方的武统意志的时候 就说 我们你们现在说说看 你们能保住南沙吧 我们一旦拿下台湾 但我们南沙花了这么多年 花了这么多钱 那个军事化建设了 我们的堡垒海区 难道就要没有吗 海浪号在这里的目的 不就是这个目的吗 好一说 好了 大家现在你明白了吧 所以我今天就告诉你真实的这个局 是这样的一个局 不是最高局策层 不愿意干 不是军方不愿意干 他们是想干的 但是 有一群 和声那样的官员 在这里制走这个事情 里应外合 但是他这个数量 我个人感觉也不是那么几只 人数蛮大的 你可以想想看 原来习近平要在全国 铺30个点的房地产 现在只要压缩到三个 大家想想看 党内的这种民意 是不是有人在联络 在协调 调度 指挥 联名上 上折子 联名上书 有没有这样的人 绝对有 绝对有 所以我们今天 要表达出来 就是 你不拿下来台湾 我们就失去了 跟美国压架的权力了 因为我说过 台湾是它的最后一道防线 是美国国防的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第一岛链 只有我们彻底突破 这个第一岛链 而不是说 我们军舰过去 演戏 说我们可以随便进出第一岛链 和平时代的 进出第一岛链 和战时的 能自由的进出第一岛链的概念 是不一样的 不要拿这个来忽悠中国老百姓 我也知道 我们一些大的一些军舰 确实随随便便可以进入 穿越宫古海域 穿越这个 金青海 海峡 没问题 但是战时能不能穿越 能不能自由的穿越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好吧 那我相信 最终 无从这个事情会落实 台湾会尽快回归 也希望我们一些 和尚一样的官员 能有民族大义 能有民族大义 你自己家族说实说句实话 钱也捞够了吧 是不是 钞票也搞够了吧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呢 你只有拿下台湾以后 你跟美国去压价 你才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是 就是没有勇气 突破那一步 看眼前的 看眼前的 好吧 多的也不说 多说无益 我们毕竟是中国小老百姓 是不是 说多了 对我也没好处 好吧 感谢各位 感谢观看